高考开始 广播播放考场纪律 一不要在白天写语文作文 二监考老师只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三不要喧哗 录音戛然而止 三名穿白衣服的监考老师 带着试卷走进考场 他们都有三只眼睛 拿着试卷 没有红笔 银银温馨提示哦 正文开始 高考开始 广播播放考场纪律 嘖嘖嘖 电流声混杂着人的惨叫 嘖 下面播放考场纪律 一提前熟悉考场 考前必须在规定时间熟悉考场 应进错考场 做错座位 而耽误正常考试者 责任自负 正式开考后 仍未在规定座位考试的 按维基处理 我看向讲台 三个穿着白衣服的监考老师 安静地站着 他们只有两只眼睛 拿试卷 而不是红笔 但我刚刚明明看到 他们有三只眼睛 主考官的眼睛在眉心 像二郎神 你考官的眼睛在左胸 像刀口 还有一个考官没有嘴 嘴的位置长了一个眼球 掉出了眼睛 可他们现在都是正常人 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巴 而且其他考生看起来也很平静 难道刚才是幻觉 是我压力太大了 广播终于播完了 铃声响起 监考老师开始发卷纸和答题卡 第一颗是语文 但发下来的卷纸却是英语 我把答题卡压在卷纸上 写姓名考号等个人信息 就在这时 透过答题卡 我引额看到 试卷上竟然有好几行红色的字 高考存活法则 一不要在白天写语文作文 二间考老师有两只眼睛 很粗的笔 在两只眼睛上花了好几个圈 以表示强调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三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你会死 四不要拒绝魔鬼的任何要求 尤其是他们穿白衣服 且持有试卷的时候 五天黑时不要答英语 好了 同学们都拿到试卷和答题卡了吗 主考官问 他穿着白衣服 他手里有试卷 等等 我盯着主考官的手 他手里凭空出现了一摞语文卷纸 高考 不是应该一颗一颗吗 怎么一下子就把语树英三颗的卷纸 全发给我们了 就在这时 尼考官出现在我桌边 他把卷纸递给我 他今天穿着白色上衣 和白色衣字裙 像一个圣洁的天使 别紧张 好好考 尼考官温柔地说 语文试卷上的高考存活法则不见了 尼考官踩着半高跟 田径地走到我前桌发卷纸 我看见他穿的雪白的玛丽针小皮鞋里 是一对染血的山羊蹄子 语文试卷上的高考存活法则 重新慢慢浮现 六 不要让人发现你能看见山羊蹄 女考官还在发卷纸 每走一步 地上就留下一个血脚印 我平住呼吸 心跳如雷 冷汗遍布全身 这位同学 女考官忽然回头看我 她的脸上挂着清和的笑容 如春风般温暖和煦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她的白上衣 衬得她气色极好 也使她左胸那颗鲜血淋漓的眼睛 格外明显 考场里的所有人都很安静 仿佛只有我能看见那血淋漓的眼睛 我努力笑了笑 我肚子痛 想去卫生间 快去吧 尽量在考试之前回来 女考官立刻去找流动监考 很快 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进来了 是你要去上厕所吗 根据规定 我得全程和你在一起 我点了点头 发现女考官胸口的血眼睛不见了 流动监考 带我去了同层的女厕所 我在隔间里 她在门口守着 因为我已经看过试卷 对了防止作弊 我不能关门 好在她也是女的 看就看了 高考在防作弊这块很严格 连厕纸都不能用自己的 我展开流动监考 递给我的卷纸 展到第二层的时候 里面竟然有字 其穿黑衣服的人可以信任 但是不要使用他们给你的任何东西 流动监考穿着黑衣服 厕纸是她给我的 好了吗 黑衣监考问我 我犹豫了片刻 好了 那块擦干净 不去考试呀 我握着厕纸的手 微微颤抖 我要相信那些凭空出现的字吗 哎 李老师 你在这呀 就在此时 一个穿红衣服的流动监考 走了进来 怎么了 又有学生刚开始考试 就上厕所 哎 是啊 她吃坏肚子了 黑衣监考叹了口气 高考呢 怎么吃东西 还这么不小心 我手一滑 侧纸掉进蹲变 红衣服的流动监考老师 递给我一包纸巾 别紧张 好好考 谢谢老师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没用黑衣服 兼考老师给我的测纸 我回到考场 隐约瞥见 大家都在达英语卷 天忽然黑了 高考生存法则第五条 天黑时不要达英语 但同学们都在奋笔集书 天完全黑了 教室里没开灯 所有人的脑袋 就像点燃的蜡烛 在黑暗中发着温暖的光 所有人都在写英语 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吗 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三个白衣服的老师 都在等我回座位 我看向他们 他们全身都散发着圣洁的白光 没有人有第三只眼 我回到座位上 低头看着卷纸上的 高考生存法则 久久不能平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 我的余光里 周围黑暗的光线 竟然逐渐变亮了 我抬起头 发现前桌男生的衣服 正在变色发光 他今天本来穿的是 扎染的深色花纹半袖 但是现在 他的上衣在肉眼看见了 褪色变白 逐渐发出和监考老师 一模一样的升级摆光 更可怕的是 我清楚地看见 他的后背长出了 两个飞速增大的翅膀 这是什么 天使吗 我不敢呼吸 光越来越多 越来越亮 我惊恐地发现 周围所有同学的上衣 都在变色 进考场时 大家都花花绿绿地 穿着自己的衣服 可是现在 所有人的衣服 都在飞速变白 除了我 我拿笔的手开始颤抖 英语试卷上 高考生存法则的字迹 越来越红 五 天黑时不要达英语 我看见上面 不知什么时候凭空 多出了六个巨大的感叹号 可是周围所有人 都在达英语 他们都变成了天使 而我 隔着书桌 我惊恐地发现 我的双脚 正在变成山羊的羊蹄 我哆哆嗦嗦地 打开英语试卷 五 天黑时不要达英语 上面的感叹号是手写的 因为用力而划破了纸 但周围的人都在达英语 他们长出了天使的翅膀 而我长出了山羊蹄 我为什么要相信 纸条上的话 这只是一些凭空 出现的无厘头的东西 为什么白天 不能写语文作文 为什么天黑的时候 不能达英语 为什么穿黑衣服的人可以信任 但穿白衣服就是魔鬼 没有理由 没有依据 不值得相信 我在英语试卷上 写好了自己的名字 The price of the shirt is 9 pounds and 15 pence 英语听力自动开始 我看着我脚上羊蹄飞速退去 我的条纹上一开始褪色发光 我的后背痒痒的 似乎有什么在长大 终于 我也变成了翅膀合拢的天使 试卷上血红的高考生存法则消失了 我在盛光的沐浴下安心打蹄 滋滋 短暂的电流声后 英语听力停止 取而代之的是老人慈爱的声音 我的孩子 请你相信我 外面是炼雨 这里是唯一的净土 只有遵守以下规则 才能永远留在这里 第一 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 第二 监考老师有三只眼睛 两只眼睛看尘世 第三只眼睛通鬼神 他们穿白衣服 拿象征权威的戒指 还有象征智慧的试卷 不要相信拿红笔的人 红笔代表欺骗 蛊惑 罪恶和污蔑 第四 远离穿红衣服的魔鬼 第五 天亮后不要答英语 第六 山羊题是罪恶的标志 当你看到 请立刻通知监考老师 他们会杀死魔鬼保护你 第七 没有人穿黑衣服 如果你看到了 请立刻报告 穿白衣服的监考老师 请他带你就医 广播被打断了 因为监考老师 在这个教室的考生中 发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现在请所有同学停止答题 广播声后 教室里的所有同学 就像同时接到指令的机器人 动作整齐的将笔放在桌面上 端端正正做好 我夹杂其中 不知不觉间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像个小学生似的 挺直了几倍 只有穿红衣服的考生 还在奋笔集书 我努力用于光描他的眷面 这位同学 圣洁如天使的女间考老师 笑隐隐地走到我面前 他从包囤裙里 抽出了一根电棍 等等 电棍 我头皮发麻 他是怎么把这么大的东西 担心那么紧的裙摆的 他笑眠眠地看着我 胸口逐渐浮现出 那只血淋淋的刀口式的眼睛 考试不可以作弊哦 电棍上闪电缠绕 劈啪作响 我还来不及反应 他就笑隐隐地 将电棍顶端 顶在了我的腰上 灼痛传来 我失声尖叫 与此同时 我的脑海里 骤然浮现出 卷纸上的高考生存法则 三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你会死 啊 我痛苦地嚎叫着 你间考官终于拿走了电棍 我贪婪在地 他依然笑眯眯的 拿着电棍 抱着试卷带 温柔地低头看我 这位同学 考试不可以作弊哦 不要 杀我 不要 我大口喘息着 他微笑着看了我半想 终于蹲下身子 轻轻摸了摸我的脑袋 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 他靠过来 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声音笑道 你会死 我愣了一下 脑子里骤然浮现出 两篇规则的内容 一不要在白天写语文作文 第一 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 二 监考老师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第二 监考老师有三只眼睛 两只眼睛看尘试 第三只眼睛通鬼神 他们穿白衣服 拿象征权威的介持 还有象征智慧的试卷 四 不要拒绝魔鬼的任何要求 尤其是他们穿白衣服 且持有试卷的时候 第四 远离穿红衣服的魔鬼 五 天黑时不要达英语 第五 天亮后不要达英语 卷纸上的高考生存法则 和老人播报的注意事项 是一一对应 其全部互斥的 但是 老人播报的注意事项 没有第三 而卷纸上的第三条是 三 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你会死 这正是女监考老师对我说的话 老人的第三条注意事项 去哪了 女监考老师 为什么对我说出 高考生存法则的第三条 难道他知道 我看到了那个实影实现的法则 或者说 这一条法则 因为某种原因 双方通路 我不知道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 按照高考生存法则的说法 穿白衣服 且有三只眼睛的人 是魔鬼 这位同学 宛若天使的魔鬼 向我伸出白皙的手 起来吧 吃点水果放松一下 然后专心答题 我这才注意到 其他考生全都离开了座位 他们围着教室站成一圈 收拢在背后的翅膀 连成密不透风的白墙 我发现我的翅膀不见了 之前的红衣考生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草莓 一堆奇形怪状 汁水横流的草莓 你兼考老师笑着说 大家都过来拿水果吧 长翅膀的考生们 安静地排着队伍 每个人都去那里 拿一堆草莓 那真的是一堆草莓 软软的 很粘稠 就像融化的山楂雪糕 终于轮到了我 我学着其他考生 蹲下去 拿一堆草莓 等等 第三考官拦住了我 他的嘴巴又变成眼睛 说话的时候 眼球在外面一坦一坦的 仿佛随时会掉下去 你的翅膀呢 考场里的所有考生 都有翅膀 只有我没有 我的翅膀不见了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忽然不见了 主考官拦住了第三考官 眉心的第三只眼睛 耀耀生辉 没关系 他只是犯了所有考生 都会犯的错误 他会改正的 说完 他问我 对吗 我看见女考官手里的 电棍雷链环绕 我连忙点头 对 好孩子 快吃吧 主考官亲自给我 盛了一滩草莓 我双手接过 浓郁的血腥味中 我隐约看到了一颗牙齿 一颗人类 用于咀嚼的旧齿 想起了那个穿红衣服的考生 他去哪了 你怎么不吃呀 于考官问 电棍劈啪作响 仿佛近在耳畔 我拼命止住呕吐 小心翼翼的吃了一撮 不好吃吗 于考官又问 那一瞬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口中软糯 且带着铁锈味的奇怪组织 竟然真的变成了 酸甜可口的草莓 且 苛刻分明 可是之前 他们看起来明明很像 融化的雪糕啊 我看一下那摊草莓 竟然真的只是草莓 就连里面的牙齿都不见了 吃好就快回座位上 继续答题吧 于考官说 他手里的电棍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 草高纸补成的试卷 其他考生都安静手续的 回到了座位 好像一群服从指令的机器人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安静的回到座位上答题 就在这时 天亮了 天是忽然亮的 太阳就像一个 用开关控制的白痴灯 刚刚是关闭的 这手打开了 阳光照进来 灼烧考生的翅膀 他们的翅膀和羽毛 在火中悲鸣 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尼考官温柔地叮嘱大家 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 我握着笔 不知所措 一不要在白天写语文作文 第一 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 我到底该听谁的 同学们 坚持一下 尼考官鼓励大家 凤凰要涅槃 才能遇火重生 这些痛苦 都是上苍对你们的恩赐 是福报 同学们纷纷顶着灼烧 在语文作文的答题纸上 粪笔记书 我紧张地用翅膀 包裹住自己 这对纯洁的雪白羽翼 并没有被阳光烧毁 它只是变得越来越透明 又是你 女考官用卷成纸筒的卷纸 敲了敲我的桌面 不是说了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吗 你在干嘛 我知道那个纸筒 是垫棍变的 虽然不知道原理 但我实在不想再被垫一次了 我只好拿起语文卷纸 开始写作文 就在我的笔尖 落到答题卡上的一刹那 似乎启动了什么开关 我正在变得透明的翅膀 重新变成实体 阳光落在上面 我翅膀上的羽毛 和其他考生一样 被阳光点燃 痛 好痛 点燃的仿佛不是翅膀 而是我的整个躯干 我不想写了 但女考官就站在我桌前 微笑着盯着我 老师 您别看我了 我太紧张了 不知道写什么好 我小声哀求 老师 求求你 别在我这盯着我看了 我快崩溃了 你这样 如果影响我的高考成绩 你负得起得吗 我要疯了 一直微笑着盯着我的女考官 终于有反应了 她不以为然的扯了下唇角 你以为 你爸妈送你进到这个考场 还会在乎你的高考成绩吗 爸妈 考场 进一袭来 我头痛欲裂 但我的翅膀更疼 我翻出我的英语卷 我要答英语 写英语的时候 翅膀会变聪明 后名就不痛了 她 女考官的电棍触到桌面上 压住了我的试卷 我不是刚说过吗 天亮之后 一定要写语文作文 为什么 不许问 如从命令 凭什么 她再次举起电棍 电棍朝我身上狠狠抽来 我的翅膀被阳光灼烧殆尽 只留下一地暗红色的灰烬 我疼得满地打滚 又因为极强的电压 无法动弹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了 只是有一个声音 反复在我的心底回响 为什么 凭什么 我没错 过了不知多久 我终于醒了 躺在学校的绿化袋里 我的鼻尖有一团柔皱的方格纸 上面用不同的字体 写满了同一句话 我没错 这些字都是红色的 高考生存法则第二条 二间考老师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红色的字 是用红笔写的吧 我艰难地从绿化袋里爬了起来 电棍 草莓 灼烧的翅膀 穿白衣服的不是什么好人 毫无疑问 我陷入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情况 而逃离这里唯一的办法 就是遵守这里的规则 二间考老师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我决定找到穿红衣的人 我要找到真正的监考老师 帮大家赶走教室里的白衣恶魔 我没错 我没错 梦游般的声音传来 嘶哑 绝望 我赶紧躲进最近的灌木丛后 一个穿着破烂红裙的妙龄少女 披头散发 面如枯搞 正如丧尸般伸着手向我走来 她的眼眶上插着一个很大的冰锥 呈几乎垂直 插进脑子 血和脑浆混在一起 从洞里流出来 看得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没错 她梦游着向我走来 手里抓着一把崭新的红笔 一袭红裙 看若天边朝霞 抓住她 快抓住她 一群穿白衣服的男人追了出来 他们扑向形狮式的红裙少女 将她套在麻袋里装了回去 我没错 我没错 红裙少女挣扎着说 血流了一地 她曾经站着的地方 遗落着一根红笔 她有两只眼睛 穿红裙子 拿了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可她 还是人吗 我等了很久 直到确认白衣男人们不会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红笔面前 这是一根普通的签字笔 笔尖的保护套还在 似乎从没用过 我把它剪了起来 握在手里 笔杆上是一型俊秀的小凯 在拥有已身殉道的觉悟之前 不要接触任何红色的东西 尤其不要把红笔握在手里 我说 CAL 我已经把红笔握在手里了 她却告诉我 不要握在手里 我硬着头皮转动笔杆 看到了另一面的字 Just a joke 我红阳国粹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开这么傻X的玩笑 我慢慢咧咧地放松下来 一团巨大的阴影忽然照住了我 浓重的血腥味从四面八方洗来 我背对着飞速下沉的太阳 看到我和怪物的影子都被越来越长 怪物的影子看起来是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圆形堆成的巨大蘑菇棺上 到处都是张牙舞爪的触手 瘦长的躯干上不时伸出小牙 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大 高度很快就超过了两个我 我拔腿就跑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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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天盖地的声音从怪物身上传来 她似乎浑身上下长满了嘴 少年绝望的嘶吼 少女痛哭的哀求 有的愤怒 有的绝望 无数负面情绪随着声望奔涌而来 压得我无法呼吸 她颤颤悠悠地向我跑来 血肉颠落了一地 我强人恶心 拼命冲进最近的建筑 她急切地向我跑来 最终被教学楼的监视骨架挡在楼外 我一口气在黑漆漆的走廊里 冲了足足十多米 我没错 梦游般的声音从教室里传来 我抬起头 还没喘云地呼吸 彻底置在喉咙里 黑暗中 无数穿着破烂红裙的丧尸少女向我聚来 她们嘻喃着 眼眶上全都深深地插着一个巨大的冰锥 手里拿着不同数量的红笔 呜呜 我记不得了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我没错 医生 我没错 她们哀怨地向我聚拢 我仿佛看到了一群变成厉鬼的丧尸 教学楼外是巨大的怪物 阳光刺目惊心 教学楼里充满了丧尸少女 黑暗吞噬一切 我被包围了 我无路可退 我低头看向一直下意识握在手里的红笔 在拥有已身殉道的觉悟之前 不要接触任何红色的东西 尤其不要把红笔握在手里 我松开红笔 红笔坠落在地 笔被摔散了 红色油墨流到地上 就像你煎烤比我吃的草莓泥 丧尸和怪物全都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把红笔捡起来 无事发生 我把红笔装好 四周一就空荡荡的 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地上的红色油墨消失了 变成了密密麻麻爬来爬去的蚂蚁 我蹲下身仔细查看 原本该是墨迹的地方 竟然是一堆残有暗红色血字的卷曲毛发 红笔里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心跳骤停 平住呼吸 再次看向刚刚组装好的红笔 你没错 我看到笔杆上用不同字体 密密麻麻写满了同样的字 我仿佛又听见了 怪物身上传来的铺天盖地的声音 我将笔杆转了又转 仔仔细细的看了无数遍 只有这三个字 那条长长的警告不见了 那句让我爆粗的英文也不见了 为什么 难道又是幻觉吗 我是不是已经患上什么精神疾病 同学 快出来 走廊的门忽然开了 外面的阳光清晰而下 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他穿着黑上衣 黑裤子 白大褂的胸前口袋里 插了很多纸红笔 快出来 里面危险 他话音刚落 四周的教室便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不 周围哪还有教室 所有教室都变成了逆风的手术室 穿红裙的女孩子们像畜生一样 被拴在墙角 无影灯下 脏兮兮的手术台上 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 正拿着冰锥 往女孩子眼眶里 苍蝇在空中嗡嗡作响 我呕吐不止 在四面八方惨叫声中失去了意识 醒醒 同学 快醒醒 现在可是高考 我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茫然的睁开眼睛 我又回到教室里了 你兼考老师生气的皱着眉 干嘛呢 口水都流到答题卡上了 快编一编 还有半小时收卷 还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我松了口气 书桌上只有数学卷纸 这是我最不擅长的科目 自上高中以来 大部分数学课我都是眼睛一闭一睁 直接睡过去 我也不想睡 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总之很催眠 我揉了揉眼睛 拿起签字笔 准备继续答题 刚才的梦境好真实啊 我的笔件没有墨水流出 我以为笔心堵了 仔细查看 却发现签字笔里根本没有笔心 取而代之的 是一撮残有暗红色血迹的头发 我要么根本没做梦 要么陷在了梦境里 我拼命翻找起来 试图找到那张标有高考生存法则的纸 没有 不见了 不仅如此 此时此刻 我的桌面只有数学 老师 我要上厕所 我前桌的同学忽然说 他的衣服 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变红了 折断的翅膀 只剩下两个截面 血淋淋的挂着烧焦的骨肉 第三考官过来带他走 我清楚地看见 他的皮鞋里没有脚 脚踝的部位露出一节精瘦的山羊腿 六 不要让人发现你能看见山羊蹄 第六 山羊蹄是罪恶的标志 当你看到 请立刻通知监考老师 他们会杀死魔鬼保护你 经过之前的种种 我早已知道该相信谁 我沉默着 对山羊蹄视而不见 第三考官将红一同学带出教室 在走廊里活活撕碎 是的 他把他活撕了 惨叫声响彻整个教学楼 很快 他回到了教室 走到我左前方的红衣服 考生身边 你要去厕所吗 红衣考生疑惑地摇了摇头 哇 第三考官好像没听到 又问 你要去厕所吗 他的嘴巴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横过来的眼睛 眼球从里面伸出来 直勾勾地看着那个考生 劲得几乎贴到他脸上 红衣考生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不去 第三考官笑了 嘴巴那里的眼睛 像嘴巴一样笑了 你要去厕所 一股无形的微压蔓延开来 连我都感觉难以呼吸 红衣考生瑟瑟发抖地站起来 那还是去吧 第三考官把他带到走廊 也活活撕碎了 教室里穿红衣服的考生 被陆续带走 无人声缓 终于 考官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要去厕所吗 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后知后觉地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我的上衣也变红了 现在 我也是红衣考生 你要去厕所吗 不 你要去厕所吗 不 我要答题 你要去厕所 他第三只眼睛里的眼球伸出来 直勾勾地盯着我 现在几乎贴在了我的笔尖上 我的身体像是被什么紧箍住了 无法动它 好 不 他不想去 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 忽然站了起来 老师 他说很多遍了 他不想去 我身上的进步消失了 第三考官转过身去 用探出眼眶的眼球 直勾勾地对到红衣女生脸上 你说什么 我说 他不去 红衣女生大声说 之前那些去厕所的同学呢 为什么还没回来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第三考官没有立刻回答 另外两个考官走下讲台 他们三个将女生团团围住 一口同声 且得意痒痒地问 他们死了 你没看到吗 你们有三只眼睛 你们是长着山羊蹄的恶魔 你让我们分食同类的身体 你们应该下地狱 红衣女生被他们围在中间 歇斯底里的呐喊着 同学们 我们要反抗 不要再让他们肆意欺负我们了 矿 金属交明 女生的呐喊 戛然而止 一根长约40厘米的冰锥 从她的眼眶 垂直插进了脑子 她像开在悬崖上的蒲公英 在我面前被风凋零 你要去厕所吗 这一次 说话的人是主考官 她微笑着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有肉般站起来 跟着主考官走向走廊 身后 女兼考老师笑着说 大家都过来拿水果吧 考生们纷纷走到女生的身体旁 他们的衣服都不相同 有的是格子 有的是条纹 有的带图案 有的是牛仔 但是 当他们走向老师 所有人的衣服都开始飞速褪色 来 一人一捧草莓 女兼考老师 横起地上那摊有牙齿的草莓 我想起我吃过的草莓 眼泪流了下来 第一个零草莓的人 把草莓吃进了肚子里 我看到他的格子衫 飞速褪色 变得雪白 他长出了翅膀 和我之前在阳光下 灼烧的翅膀一模一样 同学 快走啊 我陪你去上厕所 主考官面无表情的催促 我望向地上的草莓 想起另一个教学楼里 汪洋四海的丧尸少女 丧尸少女有两只眼睛 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我说 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授予了外科医生穆尼斯 以表彰他发明的 前额叶白质切除手术 主考官停住了脚步 所有考官的动作都终止了 地上的草莓流淌起来 勾勒成一对阴切的红色眼睛 你知道的太多了 主考官伸出双手 他的手臂充气使得快速变大 恒大的肌肉 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畸形的龙虾 他抓住了我的双臂 他想把我撕碎 张老师 清脆的女生想起 是送我去卫生间的 流动尖讨老师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 主考官的手臂迅速恢复正常 地上的草莓不见了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你们考场怎么缺这么多人 他们啊都迟到了 不是的 他们被杀了 但我发不出声音 哦这样啊 流动尖考老师笑了笑 他指着我 那他呢 你们在这干嘛呢 他要上厕所 好的 流动尖考老师 走到我和主考官中间 我带他去吧 41 我再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 卫生间隔间 流动尖考在门口守着 我展开流动尖考 递给我的卷纸 展到第二层的时候 看到了里面的字 快跑 卷纸里还藏了一把车钥匙 七穿黑衣服的人可以信任 但是不要使用他们给你的任何东西 流动尖考穿着黑衣服 他让我快跑 给了我一把车钥匙 好了吗 黑衣尖考问我 我犹豫了片刻 好了 那块擦干净 不去考试呀 我握着侧纸的手微微颤抖 高考生存法则没有骗我 白衣服的真的是恶魔 那我要接受车钥匙吗 哎 李老师 你在这呀 就在此时 又一个流动尖考走了进来 但他穿的衣服是白色的 怎么了 那有学生刚开始考试 就上厕所 哎 是啊 他是坏肚子了 黑衣尖考叹了口气 高考呢 怎么吃东西还这么不小心 一切似曾相识 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问白衣尖考 老师 您听说过冰锥疗法吗 狂风席卷而来 黑暗侵袭了一切 我的脑袋炸裂丹脚缝起来 丹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你会死 这些痛苦都是上苍对你的恩赐 是福报 你以为 你爸妈送你进到这个考场 还会在乎你的高考成绩吗 我没错 医生 我没错 白衣服的尖考老师身上 忽然散发出剧烈的光 我被光着的睁不开眼 只能模糊看到 他圣洁的白色羽翼上 白骨分身 每一片羽毛都是海骨 我看到了他雪白的山羊蹄 还有他头顶直插云霄的恶魔角 他身上全是眼睛 黑衣服的尖考老师 虔诚地跪在他脚下 您说我见过最高尚的人 高尚 哪里高尚 你难道看不见他浑身海骨 可我说不出话 白衣尖考张开翅膀 像模像样的轻抚黑衣老师的额头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说不出话来 我看到黑衣老师的后背 有鲜血淋淋的字凭空出现 快跑 我扭头就跑 白衣尖考正式欲飞 黑衣尖考虔诚地抱住了他的腿 他飞不动了 越来越多的白衣尖考冲进楼道 他们雪白的翅膀像骷髅做成的拼盘 他们向我追来 海骨叮当作响 我无路可逃 从二楼一跃而下 我掉在了一堆鲜血淋漓的脑袋里 他们的脖子都被拉得长 像一束庞大的气球 更像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那些脑袋无时无刻 不再用不同的声音呐喊 我没错 我随着脑袋前进 血腥和颠簸使我想吐 我坐在这样血腥的云上 鸟看操场 丧尸少女如潮水般涌了进来 拖了我的脑袋 纷纷向两侧分开 我顺着他们的脖子滚了下去 我滚入湿巢 在少女们汹涌的红裙中奔逃 我没错 医生 我没错 他们哀鸣着 被斩翅飞下的天使斩断 残肢断壁如雨倾泻 混乱中 我终于冲进了车库 我摸出钥匙 披穿黑衣服的人可以信任 但是不要使用他们给你的任何东西 但是我必须驾车逃离这里 我顾不上法则 钻进驾驶舱 启动发动机的一瞬 我在驾驶舱的玻璃上 看到了那位穿黑衣的监考老师 他现在无数白衣监考之中 远远看去 渺小如雪原上面点磨 车子轰鸣着开出车库 黑衣老师的衣服迅速变红 然后被白色迅速吞没 离开这儿 我的耳边 骤然响起黑衣监考老师虚弱的声音 带好证据 就所有人离开 我睡了很久 我知道这不是梦 可我必须承认 这只是一场梦 不要在白天写语文作文 因为有些真相 见不得光 监考老师穿红衣服 拿红笔 而不是电棍 也不是试卷 因为权威不该源于暴力和信息壁垒 不要喧哗 保持安静 否则你会死 因为枪打出头鸟 不要拒绝魔鬼的任何要求 尤其是他们穿白衣服 且持有试卷的时候 站在道德高地 且政治正确的人不会错 天黑时不要达英语 纵使形式灰暗 也不要盲目从众 不要让人发现 你能看见山羊皮 保护好自己 在能战胜恶魔之前 穿黑衣服的人可以信任 但是不要使用 他们给你的任何东西 梦境结束 我醒了 我出院的那天 阳光非常明媚 我的父母 簇拥着校长和医生 满怀感激 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多亏有你们二位 我们才能帮他戒掉网瘾 唉 小小年纪干什么不好 非要打游戏 你说打游戏 那就那么好吗 他之前一直不听话 我们操碎了心 还说什么电竞国际大奖 那不就是打游戏吗 不务正业 我坐在轮椅上 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 上面红痕遍布 那是电竞疗法留下的痕迹 我本来没有神经病 我只是刚好青春期 我不要福报 也不要上仓的恩赐 我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放心吧 他现在很听话 明年高考 一定能考出好成绩的 我摸了摸自己 还算蛮好的上眼眶 对 我明年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班外 我的高考作文 轰动了全国 因为我写了一篇零分童话 我写道 我是一只五彩斑斓的猫猫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猫猫 白猫猫 红猫猫 灰猫猫 黑猫猫 但独独没有五彩斑斓的猫猫 无论是哪种猫猫 它们都热爱生活 它们喜欢吃猫粮 喜欢散步 喜欢到处留下黑球球 但是我爱学习 我的妈妈对我说 你是猫猫 你应该好好吃猫粮 多长点肉 找一个心意的猫猫生 很多小猫猫 可我不愿意 我就要学习 妈妈为了拯救我 把我送进了好猫猫书院 猫猫老师好漂亮啊 雪白的毛发 像一尘不染的天使 猫猫老师说 今天请你只许吃猫粮 不许学习 我说 我可以吃猫粮 但我也要学习 猫猫老师生气了 用电棍捅我 我还是不愿意 我就要学习 渐渐的 开始有小猫猫跟我说 我们是猫猫 我们应该吃猫粮 我们不能学习 于是他们也变成了 雪白雪白的猫猫 还有小猫猫跟大猫猫说 我已经好好吃猫粮了 凭什么不让我学习 你敢打我 我要告诉妈妈去 小猫猫的妈妈来了 她听了小猫猫的话 说 不打不成才 猫猫老师 你做的对 小猫猫被打得好惨 血染红了她的毛 她变成了红猫猫 我跟其他小猫猫一起说 我们是猫猫 我们应该吃猫粮 我们不能学习 我还对红猫猫说 好好吃猫粮吧 别再学习了 红猫猫哭着对我说 我没错 我也觉得她没错 可是猫猫老师打人好疼啊 无论猫猫老师用电棍怎么打 小猫猫都不肯放弃学习 后来 终于有一天 老师拿了一个冰锥 从她的眼窝插进去 在她的脑子里 搅了好几下 猫猫医生说 这叫前额叶白痣切除手术 是获得过猫贝奖的好东西 红猫猫做完手术果然安静了 她每天乖乖吃猫粮 再也不提学习 越来越多的小猫猫被送进来 越来越多的小猫猫变成了白猫猫 但红猫猫也越来越多 有一只红猫猫力气很大 不许猫猫医生给她做手术 医生很生气 不小心把红猫猫做成了猫肉粥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一口 酸酸甜甜的 像草莓的味道 我决定装一辈子白猫猫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一只黑猫猫 黑猫猫对我说 我是一只白猫猫 我摇了摇头 你不是白猫猫 黑猫猫又对我说 我是阴影下的白猫猫 她混入了白猫猫 有一天我偷偷学习 被白猫猫发现了 黑猫猫说 不是的 这个小猫猫 只是在销毁为禁品 白猫猫在黑猫猫的 软磨硬泡下放过了我 我问黑猫猫 你真的是白猫猫吗 黑猫猫说 我是猫猫 不管是什么颜色 我们都本该只是猫猫 我以为我习惯了 只是猫粮的生活 但我实在太爱学习了 我准备了很久 我想逃跑 逃跑那天 白猫猫成群结队的抓捕我 黑猫猫给了我一朵蒲公英 飞走吧 它会带你飞走 我抓紧了蒲公英 春风吹来 我被蒲公英带的越飞越高 我看见黑猫猫 被白猫猫们撕成碎片 白猫猫愤怒的大喊着 汗图 我从它们头顶飞过 害怕急了 春风发出红猫猫的声音 孟婆问我们想 投胎成什么 我们说我们愿做 其他小猫猫的一里春风 我终于飞出来了 我跟爸爸妈妈讲了 黑猫猫和红猫猫被杀害的事情 没有人相信我 我被送进了 另一个好猫猫书院 我只好假装我是白猫猫 一年后我顺利毕业 白猫猫对我的妈妈说 放心吧 她现在很听话 明年吃猫粮一定能吃很多的 全文完